OK,首先我們可以複習上解課的內容,就是希望在準備動作,你的兩個腳十三尾外巴不要直,這個和你下半身的旋轉有關係 還有最近你的手對身體的距離是有了圓,你可以檢查一下希望在下巴的下面是你的手的位 然後呢,在上肝定點,希望右腿稍微直,左腿往去 然後呢,上次我說希望兩個手就是比較緊的,不要打開太多的 那,最近我看你那個動作,希望在準備動作,一,球位應該是在你的左耳朵 所以呢,如果你練習那個皮球,還在左耳朵,七號鐵也是在左耳朵 然後皮肝也可以放在那個左耳朵,可以調整僵位的狂度 那,呃,現在呢,我覺得你的那個弱點是,還是你的那個右手臂,你有兩個問題 呃,一個是在上肝定點,我看你的手臂是在身體的後面太多 希望你可以練習在,呃,天天這樣,希望你的肩膀可以稍微旋轉這樣 希望你的手臂是稍微裡面 那這個和你那個肝面有關係,如果太後面的話呢,很容易肝面開 所以現在你有幾個問題,一個是那個overswing,對吧? 還有一個是那個控制球的方向不穩 最後一個是氣球墊 所以呢,希望第一步你可以練肩膀順轉這樣 希望手臂是在裡面 所以呢,在上肝定點,希望你的那個,你的那個右手臂稍微裡面 不要在後面,後面呢,這個和overswing有關係,看到了沒有 那第二步呢,就是那個,在你那個上肝,上肝的時候呢 我覺得你右手臂玩得太多 希望在上肝定點,下手臂和手臂是大概90度 你的是太少了 所以在上肝定點,我覺得你是在這個位置 你可以看,我的那個右手臂玩得太多,希望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給你一個練習方法,就是把你的右手放在那個我爸的那個中間 然後呢,在上肝定點,可以感覺你的右手臂感覺是直的 感覺是直的 感覺是直的 手對身體是比較圓 那這個位置是對的 這個位置是不行的 所以呢,可以練感覺 然後呢,你可以把兩個,兩個手放在那個肝 感覺你的手是在後面多 那最後一件事,就是按照你的那個右手臂,希望在上肝定點,你兩個手是在右肩膀的後面 不是在下面,不是在下面 所以呢,你可以把你的右手放在左手的左邊 然後你可以拉,拉你的左手臂 然後呢,你可以看這個位置呢,你可以看我兩個手是在身體的後面 而且這個角度是差不多90度 而且你可以看我的那個右手臂是比較裡面 而且這個角度是差不多90度 那,如果右手臂是後面太多 下來的時候呢,你身體是在前面,但是手還是在後面 這個和你氣球墊可能有關係 我們要要不要生氣 我們要去那一陣子